昨天南韓演藝圈爆出了影帝刘雅仁吸毒后 又传出有L姓的大咖男星涉嫌吸毒 而消息传出之后多项的线索都指向出演 我的大叔跟寄生上流的演员李善君 而经纪公司在沉默一天之后 发出声明表示 对于李善君涉嫌吸毒一事 造成社会大众的担忧 先至上最高的歉意 并强调会诚实接受调查 不过对于李善君本人是否染毒并未多做解释 此事还牵扯出另外一个案外案 传出李善君遭供应毒品的药头威胁约三亿元韩币 也就是大概是782万元的新台币 那么南韩警方证实李善君确实有提供巨款给他人 不过详细的原因还需要调查 而整起案件甚至牵连日前宣布进军韩国的台湾演员许光汉 两人原本要在韩剧No Way Out合作 而且都已经开始拍摄了 不过日前李善君的戏份只能紧急喊咖 和文字幕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